栗山派出所的副所长高震东 得知辖区的部落内有清寒的长者 最近不幸病逝 却无法处理事后的事宜 特别捐赠了八千元的现金 来协助民间慈善团体 申请急难救助金 以及伤葬的棺木救助金等事宜 希望能够协助这位长者的家铃度过难关 栗山派出所副所长高震东 得知辖区部落清寒户代性长者 近日因为不敌病魔缠身病逝了 因为代性民众身体有多重的素疾 并在前年遭遇丧肤之痛 也没有工作 由兄长照顾起居 兄长面对妹妹居然病逝 家境清寒 妹妹在世时也没有积蓄 因此丧葬事宜成了迫切的问题 副所长高震东得知困境之后 本局长李玉腾说 同仁在第一线执行勤务 最能够深刻体会到弱势家庭的需求 以及难处 执行时结合工作 在能力范围之内持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警察工作更有价值 也期许同仁经常主动关怀 救助辖内的弱势家庭 并且也透过社福单位 以及转介相关基金会等等 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高双双 周西采访报道